哎呀 副官 副官 仔细着 小心让人碰着了 皇后娘娘万安 佳孟贤 佳孟贤 同安 呦 颖嫔呀 如今这怀着身孕 身子也见重了 就别到处瞎溜达了 这肚子里也不知道 怀着的是个什么东西 若是磕着碰着了 可不是空换洗衣裳 佳贵妃得空 还是都管教一下 自己的儿子吧 免得让皇上心烦 别以为皇上眼下 与准格尔作战 重用你们巴林部 我们御氏一族 依附大清已久 可比你们巴林部忠心多了 如此忠心 皇上还不待见你个四个 可见不是御氏的过错 而是你们母子的措施啊 来 签证 家贵妃 你不是身子不适吗 该留在启祥宫 何必出来让人不安宁呢 知道皇后娘娘的五公主宝贝 被狗叫唤几声 就吓得心症发作 只是这样的孩子生来何用呢 只会白让爹娘操心罢了 贱婢 你敢打本宫 满嘴诅咒 奴婢就替皇上和皇后娘娘 教训家贵妃 家贵妃 你不好好教导自己的孩子 也就罢了 连这牲畜也教导不好 在这里满口胡言乱语 咱们现在就去见皇上 看皇上若是知道了 你祖宗五公主 会怎么整治你 你少拿皇上压我 家贵妃定是恨透了这帮人吧 恨有什么用 家贵妃母子失宠 还能做什么 失宠的人最容易发疯 还养这么只疯狗 更不知会做出什么事 永齐 夺了永城的宠爱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 你们母子能得以多久 这巴掌 我记着了 记住了 打 才能记住教训 没事吧 颖嫔 你怀着身孕 不必跟家贵妃计较 早点回去休息 臣妾知道了 真是虎落平阳被犬妻呀 皇后仗势妻人 那个颖嫔仗着永参愿 也敢跟本宫张狂 那个颖嫔 有云有什么了不起啊 整个宫里 就您生的皇子才是最多的 我 气死我了 可是永城 永城气馁 永玄又待一起 谁还没个高低起落呢 等事情缓一缓 皇上又喜欢四阿哥了 我不喝 您皇子最多 不必担心 是 本宫不怕 本宫不怕 永城不行还有永玄 再不然还有永兴呢 本宫有什么可怕的 等本宫卖过这道坎儿 缓过稷儿 瞧本宫怎么收拾饮品 这匹小马呀 是新进的 可得喂养好喽 是 明日皇上 命各位阿哥前来练骑射 都当心着点 这匹小马 就是给八阿哥准备的 马安子检查好喽 是 是 千万不能粗心大意 是 你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时也 立身行道 额娘 这个怎么读啊 这篇文章都学了这么多遍了 你怎么还是记不住啊 你四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可比你聪明多了 你还整天就知道 跟着永齐稀里糊涂地玩 仔细地害你 五哥对我很好 你 傻子 过来 永萱 额娘跟你说的话你可记着了 如今你四哥已经出宫居住了 额娘的二字里 就只有你年纪最长了 你一定要更加倍地用功 日后帮着你四哥登上太子之位 什么是太子啊 知道就行了 别问了 接着读 申请道 给家贵妃和八阿哥请安 什么事啊 皇上赏了一匹小马给八阿哥 让八阿哥即刻去南苑跑马 太好了 我可以学骑马了 额娘说的话都记着了 嗯 去吧 谢谢额娘 永萱 骑马的时候小心些 嗯 诸儿 咱们也回去吧 永萱 你坐稳了啊 腿夹紧马肚子 试着让它慢慢跑起来 不用怕 对 就是这样 身体坐直一点 你手试着抓着马缰绳 慢慢可以自己骑了 可以夹一下马肚子 使劲 永萱 永萱 快 永萱 八阿哥 八弟 八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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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八阿哥 八阿哥 起来 八阿姨 八阿哥 你怎么了 八阿哥 你救我 八阿哥 你救我 八阿哥 你救我 我救我 我救我 八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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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先把他夺进新房殿 是吧 大哥 快快快 快 五哥 来找太医啊 快 先把他夺进新房殿 派人去帮皇后娘和皇阿玛 行太医 快点去行太医 行太医 虽说开春了晚上还是凉 永齐这孩子也不知道冷暖 可别冻着他 还是姐姐周到 先前替永龙做了一身衣裳 淳贵妃姐姐到现在还念着呢 都是孩子嘛 本宫就多照顾着点 倒是隐贫 年轻气盛 又出生于贵家 一受宠又欲习 口舌上总是不饶人 她这个性子怕是要吃亏的 找时间去劝劝她吧 皇后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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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阿哥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八阿哥学骑马 可是不知怎么着 从马上摔了下来 疼得昏死过去了 奴才们都是怎么照顾的 当时还有谁在 五阿哥 五阿哥也在 是 五阿哥也在 五阿哥离八阿哥最近 五阿哥也想救 可是来不及了 那马就跟疯了似的撩绝子 谁也拦不住 姐姐 你先别着急 永玄人呢 回邪方殿了 此刻太医们正在就职 你去请家贵妃到邪方殿 咱们去瞧瞧 喳 好 好 好